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接著下來 潘老師 要先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老師剛剛講到 家裡頭真的我自己的感覺 浴室跟廚房最危險 浴室是因為有水 真的很多人在浴室跌倒 摔跤 然後廚房是又有火又有水 然後水火有的時候帶來風險 那老師今天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老師今天要燒的是這一個雞肉餅 好 我們先給鏡頭看一下 這個是老師事先已經煎好的肉餅 它事實上看起來有點像漢堡牌 對 其實這個就是雞肉丸子 但是我們為了增加它的香味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把它煎過它 這樣會比較好吃 那這個肉泥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你把那個雞胸肉 然後我這次用的是雞腿 因為我覺得雞胸肉可能太澀了 然後你就雞腿 然後你要一直把它同一個方向攪打 然後攪打均勻之後 你可以放一點味噌 然後一顆蛋 然後一點太白粉 然後重點就是你要不要馬上打完 馬上就拿來這個做丸子 你要把它放在冰箱一個晚上 好 一個晚上來 首先就是腳肉碎肉的雞肉 那當然這個雞胸肉跟腿肉都可以 那先把它打碎打細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你的調味你是用了味噌 然後你又有一點點的雞蛋跟太白粉嗎 對 讓它能夠凝固 然後凝固成肉泥 或者像這樣子用個塑膠袋 把它像擠奶油一樣 對 那你做完這個之後呢 你放在冰箱冰一個晚上 隔天再來燒它 對 然後取出來之後呢 觀眾朋友你現在看得到 它事實上直接簡單的擠壓下來 它就可以成這個餅狀嘛 所以你現在是做小的肉餅嗎 你如果要做一大塊肉餅也是可以的嗎 因為我今天是要把它再組成像關東煮一樣 所以我就要一小塊一小塊的 對 然後因為這樣子不用煎太熟 對 因為雞肉其實也熟得快 對 然後我有海帶跟紅白蘿蔔先煮了 那我們就是要有很多的蔬菜 好 我們的關東煮其實是先熬了紅白蘿蔔跟海帶 那它其實就是很耐煮的高湯了 對 然後這也很簡單 我們就把這個 其實你喜歡吃什麼青菜都可以進來 對 就是你喜歡的關東煮的素材都可以放 對 所以現在放肉餅 有一些人喜歡那種豆腐啊 對 然後其實也可以放 對 因為我今天已經有這個肉餅當蛋白質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準備其他的 好 那其實你可以準備所有你想要吃的這些東西 對 好 就是關東煮自己做 然後把它做得比較營養健康 好 這個肉餅剛剛只是老師示範一下 它事實上是兩面把它煎得焦香 還沒有全熟 對 所以入湯鍋我們會煮它燒它等它熟 好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關東煮 那其實這個已經熟了嘛 好 所以我們只要一點點調味 就是加一點點鹽 因為我的那個丸子裡面有一點味噌了 所以我們就加一點點就好了 好 那可以加一點白胡椒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打破你這時候關東煮的印象 他用的是 居然是一個雞肉餅 而且這個雞肉餅裡面吃起來沒有雞的任何的腥味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加了味噌 味道非常豐富 而且譚老師一向 他的示範料理的陰謀就是用一點點肉 然後又使你吃一堆蔬菜 這個就是什麼樣的故事 那個我相信雞肉餅裡面那個雞肉是相當有限的 那旁邊就加了一堆蘿蔔 這些東西蔬菜 那你吃下去又覺得很清淡 然後又很開胃 那不會像普通吃肉食這樣子 會覺得油膩膩的感覺 所以這個的是不管夏天冬天吃 冬天吃覺得熱呼呼的 夏天吃也是很清淡 也可以很容易的入味